即便有一天我老眼昏花 我也要在人群中 一眼认出你来 走啊 走 为什么他这么认真 这个人 未来就是我的老公 即便有一天我老眼昏花 我也要在人群中 一眼认出你来 我一定会珍惜我们这份感情 不会嫌疑放弃的 我先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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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芝 雨芝 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 我想跟你说 等一下 喂 喂 小宇总 我看见慕子云 要见的是 居思影 你确定吗 确定 自从上次打扫精神以后 慕子云现在解释很多 我跟了很久才发现了 那他们说什么了 我听不太清楚 但是我听到了他们在说控股 好 我知道了 再有什么继续跟我说吧 好 我会继续盯着的 嗯 怎么了 慕子云在跟居思影的联系 不好意思啊 本来说要陪你的 可是临时 你呀 刚才一路心事重重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要我帮忙吗 当然要你帮忙了 你要帮我做一个 最美的新娘 要所有人多谢 那么我现在就不是啊 是 所以呢 我的事情你也不用担心 而且我亲自出马了 当然就是了 久吻了 十拿九吻 那就是还差一吻咯 嗯 加上这一吻 就是十拿十吻了 好了 我要走了 嗯 去吧 加油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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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这是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生命树一路见证了我们的相遇 相知到相爱 今后希望他还能继续见证我们的每一个幸福瞬间 爱你的 值得 嗯 调查怎么样了 据思雨 凡司大中华地区总经理 自任职以来专门负责同类型的企业并购 以扩大规模 他讲究绝对控股 之前常贺珠宝 就是他主持收购的 他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就是 只要下队功夫 只要使队劲 没有收不来的公司 那这居思雨 是要把宝押在慕子云身上吗 你是说 慕子云想和居思雨 联手收购瑞华 可他这种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再说了 他只有百分之二的股权 想要撬动瑞华的资产 根本不可能啊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你是说 不可能吧 反正现在事态很紧急 咱们得分头行动 你那边你亲自去一下吧 你需要吗 我想设计一款生命树吊坠 送给余芝 作为他帮我画生命树的回礼 你觉得怎么样 好看 好看啊 我也觉得好看 这儿的线条要再柔和些 不要太满 满则易 妈 你刚才在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们去抓蝴蝶吧 妈 妈妈 难道 真的使她的治疗方法生效了吗 妈妈